等媽媽去把船給截好 然後船才來載我 然後才到家 很遠 很辛苦 小時候光是從家裡到碼頭 就至少得要半個鐘頭 因此小薰常常天沒亮就出門 一路上還得忍受異樣眼光 很丟臉 應該是說 就像我們剛才上船的地方 然後每一次我只要 搭船要去上課的時候 只要是有在對岸的人 他們都會想看我 我就不喜歡人家一直看 然後一直說 那是怎麼會坐船來 就是會讓我覺得自卑感很重 也是國內相當知名的一個旅遊景點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搭船遊艇 遊覽水庫的湖光山色 還有非常美味可口的火魚三吃 我當年為了興建建築水庫 有兩千多人被迫遷移 其中包括了世代居住的泰雅族人 在水庫建成之後呢 淹沒了一千多公頃的耕地還有防射 而住在仙島的人從此進出都要搭船 不過事實上仙島它並不是一個島 它只是一個突出的半島 藝人小薰呢從小就在這裡長大 他說小的時候呢 島上還有坐仙島樂宇 遊客都會搭船上島去遊玩 欣賞原住民的舞蹈 享用駁魚大餐 那是石門水庫最風光的一個年代了 坐坐坐 進來坐 看你們要坐哪裡 那兩邊的那個風景都還蠻好的 這個嗎 這就是我那個有十個朋友 八十五個最愛的糖醋 上菜囉 灰茫茫的英語天回於餐廳 依舊熱鬧不減 肆意的飯菜箱 難練奇葩的Talk 讓小薰一家人全擠在廚房 鯊魚的鯊魚 料理的料理 好 我會 我會 不用擔心 天啊 我覺得還蠻乖的啦 對 還會來幫忙爸爸媽媽 端菜之類的 我是最漂亮的 哪還用講 你看哪還用講 石門之花 以前他都會這樣叫我 石門之花 他都會這樣說對不對 對 石門之花 那是你們土的肉 沒有啦 我們不是石門之花 我們是仙道公主 是不是角色的關係 無論是仙道公主 還是石門之花 小薰都是當地人心中 最引以為傲的大明星 就是做生意 就跟我們拍戲很像 就是人多了 就真的很忙 但真的沒有人的時候 就真的是很閒 大大的電影海報 高寡強烈 17歲那一年 以黑社會美媒身分出道的她 拍過電影 出過唱片 卻從不在意客人一養眼光 不會怕啦 因為已經變成那個 石門水庫的活照牌 媽媽是屬於走比較 內斂的部分 她會用就是貼照片的方法 但爸爸就是 她會糟告她身邊的人說 小薰是我的最愛的小寶貝 我爸爸咧 爸爸 我爸是個很free的人 他想去上班 他就會想去 當他不想去上班的時候 他就會說他的腰很痛 他的手很痠 你幹嘛亂跑 我不會講話 他明天就會講話 其實他還會跳舞 配合 你跟叔叔他們做啊 我不會叫媽媽就是 背一些菜 這好好吃喔 這個是赤蔥 原住民的味道 原住民的風味 它叫做赤蔥 被油炸成酥酥脆脆的赤蔥 是原住民料理中 常見的天然辛香料 搭配上鹹酥西蝦 越吃越順口 另外石門的招牌活魚 更是有白白種做法 這家店是讓我 每次來都是更加驚奇一次 為什麼 因為這個菜 真的我想像不到 第一個每次來 大概吃到了不一樣的菜 也很可能 這個每一個季節的不同 所以他們選用的材料也很特別 熱呼呼的馬告魚湯 清爽又滿是膠質 油亮的紅燒魚 加上板豆腐 蔥花 辣椒 九層塔 味道卻不過重 我跟人家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湯 而且你想想 它這個環境真的很美 對不對 你看這裡一看 整個的那個 從仙島看到 這整個這個 石門水庫的這個周遭 非常漂亮 以前生意真的還滿好的 但因為現在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 所以石門水庫的生意 就沒有像往常那麼的好 一到五 有時候 有時候連一桌人都沒有 沒有 是零耶 最好做是在過年的時候 過年一天的營業額 可以到四萬多 四萬多已經算多的吧 已經算多的 但如果說以一般 往常一個一個月的話 我們家這樣的收入 應該才一萬多吧 沒多餘的錢請幫手 現在小薰總是一收工 就趕回店裡幫忙 只是小時候的他 可沒這麼甘願 被逼啊 我跟妳講 我以前超不喜歡去店裡 而且每次禮拜六 禮拜天 就是人家都可以去玩 只有我得 得要到店裡面去幫忙 我好討厭 但是你長大之後 然後你知道賺錢是很累的事情 你會突然間會想去幫忙爸爸 跟媽媽 他是有心的 其實也無所謂 他有來做也沒關係 他沒有來做也無所謂 他就是看他自己又想一心 我心想說偶爾出來幫媽媽分攤一點 這樣我就很高興他有那個心 這時候客人來了 我要去點菜 但是你知道我最討厭 做的工作就是點菜 因為要講話 在演藝圈工作已經夠鬧騰了 私底下小薰喜歡安靜 喜歡與世無爭的甜單生活 你的車子危險 開著車子來到餐廳不遠處的碼頭 幾條扇板船間 是小時候爸爸買魚的地方 以前這邊整條 整條是在賣魚的 然後那個魚都很大很大條 對 所以像有點像魚市場 有點對比較小型的魚市場 賣魚啊賣香 幫我搖一下 撩起裙擺直接蹲在船上 小薰俐落的拉船 幫爸爸調整填薄的位子 別看船體積不大 可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順手 原來用拼的 就知道那是爸爸的船 對 從小就可以辨別 那是不是爸爸的船 爸爸的船的聲音比較扎實 沒有那麼的飄 好了喔 我上船喔 而且我有一個很怪的怪癖 就是我從小就好喜歡聞這個船的味道 應該是我很喜歡 爸爸剛開始發動船的時候 然後剛好那個油味出來 好香喔 就是剛剛好 就是它介於油跟煙之間 刺鼻的柴油混雜著一面而來的湖水 對小薰來說是熟悉的回憶 是仙島很無事間的連結 不長 大概開過去五到十分鐘就到了 但今天有一點下雨 可是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仙島很棒的風景是 它在好天氣的時候有另外一種美 可是在下雨的時候也有另外一種美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仙島 是我有經歷來人家 就稱我這邊叫做仙島 可是因為我對外都不會說 我就在仙島 因為我都會被笑說 哈哈 仙島是什麼 然後我都只是說 我就在石門水戶的一個島上面 好的 怎麼到了 這樣 對 妳看其實沒有說很遠 好 好像要放個山 落大的仙島足足有四甲地 因為在水源保護區內 能開發的地方不多 處處都是崎崎的山路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這邊 哇 爸爸 有時候路會滑或是 碰到什麼比較腫的路 人就會怕 對 因為你看我們的路都是這樣 這邊真的是水 水還很危險 彷彿現代黨黃蓉 從小居住在與世隔絕的桃花島 小薰對任何事情都很好奇 好大的蜘蛛網喔 你們看 好大的蜘蛛網喔 超大的 超大的 大王 更年又大 妳在山上還看不習慣嗎 對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大蜘蛛網 超大 分大雙眼 不同之心的表情 小薰單純性格活脫脫的表露物體 小黑 你在前面嘛 小心喔 這 這一些狗喔 走開 寶貝 愛 愛 愛 妳太有沒回來 她再歡迎妳 沒有 因為只要是人 人到仙島 他們都會這樣子 她就哇 鋪向你 很熱情 有遺傳到原住民的性格 很好 仙島上嫌少有人 整座山頭 只剩兩戶人家 一戶是阿公 一戶同樣是泰雅族人 這邊就是我從小住的家 然後這房子是爸爸蓋的 是爸爸蓋的 對… 就是這房子 很大耶 你看 不羨慕都市繁華 不奢望住百平豪宅 簡單的木造小屋 就是小薰隱隱隱的傲的家 第一個窗戶是媽媽的房間 這個是我的房間 你看到只是十分之一 阿嬤她們以前的家是在 她那邊還有一段路 你可以走到那邊 而且以前這邊 爸爸還做了那個 蕩鞦韆 就是可以這樣玩 很棒耶 現在都沒了 因為長大了 蕩鞦韆不見了 小時候的回憶卻沒有消失 昏暗的屋子裡 到處都有昔日的痕跡 你看 可以開嗎 對… 是海報 對啊 流星花也很紅耶 阿嬤現在在省裡 好不在意 從前住的老舊房間 赤裸裸地呈現在大火面前 即使在演藝圈待了十年 小薰的個性依舊沒變 打從心底認為 這沒有什麼好遮掩 更何況 這可是黃爸爸 一磚一瓦堆砌出來 應該是七十年 到六十八年左右 六十八年 英國六十八年的時候 在山上這邊都要自己動手嗎 對 因為不方便 在這邊交通在山裡面 不方便 搬運都要用盪的 自己盪 自己盪 他搬一點小東西 爸爸好重好重 哪有 是真的很重好不好 你看這些都要用斑的耶 這真的很重 笑咪咪的和爸爸撒嬌 就像金庸筆下的黃蓉 小薰從小就是爸爸的寶貝獨生女 有絲頭 這一定要砍 因為你不砍 我們人就沒有路可以走了 千島上的生活平凡單純 摘點野菜抓些蝸牛 滿山遍野都是大自然賞賜的食材 因為剛好我們今天碰到的很好 天氣有下雨 你知道下雨我們最大的樂趣 是什麼嗎 就是跟我爸媽去抓蝸牛 那你們一定會問說 抓蝸牛要幹嘛 吃 蝸牛肉非常好吃 有嗎 爸爸 對啊 下破雨就下破 對啊 現在 或是在路邊的時候 或是這個啊 溪流旁邊 沒有 在地上翻翻找找 某某行語中天色漸暗 黃爸爸轉身拿起大大樹葉 在身體周圍東捆捆西綁綁 其實它就是要用自然一點的方式 等一下 因为松鼠他们都是傍晚才会 才会回到草里面 譬如它在上面的话 这个枪就是这样躲起来 就这样等 然后松鼠会慢慢慢慢 会靠近它的草 利用树叶做掩护 静静等待夹菜的野味 山上生活不变 要想煮饭 烧水 得先学会劈柴 你要劈啊 劈到这个地方 有啊 从这边劈也可以 哇 宝宝还是 我也可以 你看 你叫一个小女生劈这个柴 你不是劈一下就断了 因为有一些木头性质很硬 然后你还要 你的柴不是劈一半就好 你要劈一半再一半再一半 你才可以到那个炉里面去放 我小四五年级 小时候岛上没有瓦斯光是夏天 山圈就已经够冰了 更何况淋滴滴的寒冬 平常人一开水龙头就有暖乎乎的热水 对年纪轻轻的小薰来说 因为我们以前洗热水 就你披柴你的那个水就会热嘛 所以秋冬天都是洗澡的时候 是爸爸披柴 然后我在里面洗澡 对 它这个只要打火锯这样 那种筷子 好香喔 不快就打 又油脂 你要教他 教他这个技能方法对不对 以后说不定他 他会到山上也很难讲啊 我就要丢脸我一定不会讲 对 我不会跟他们说 我跟你讲 我们家洗澡还要劈彩 一定会被笑 所以我绝对不会讲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戏话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小薰时候觉得很丢脸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都是很难忘的回忆了 小薰她不再觉得住在仙岛上面 有什么好自卑的 她带我们去看她爸爸 当年亲手盖的小木屋 很骄傲的 因为有谁的爸爸 会自己动手盖房子呢 我采访到一半 突然下起了大雨 是倾盆大雨 一行人全被淋了落汤鸡了 我小薰还是挂着笑容 他热情不减地 继续带我们走完这一趟仙岛之旅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他非常纯真 非常自然的一面 不过这样子个性呢 在他刚刚踏进演艺圈的时候 却曾经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扰 还有挫折 去拉网啊 熟门熟路的操控着小船 小薰爸爸一派轻松的 带着我们在湖面驰骋 以前我们在抓西哥的时候 我们都是晚上四点就要下来嘛 那个西哥的肠子啊 我们破一破以后丢到水上 然后老鹰就下来躲 很近喔 差不多到这样 过去石门水库神台丰富 不少居民都靠捕鱼为生 夏天要看鱼在跳 鱼跳哪里 那边放的话就应该就会种了 就这样拉 等下种鱼的话就会有感觉了 它会跳是不是 没有 对 它会缠住 缠在往上面 有一条 有一条 有看到了喔 所以它会被缠绕住 你们运气很好 以前早期啊 好补的时候啊 那时候你一切才补多少 一船 麻烦的 对 是 连你连呼吸都有那个 大駝鱼的鱼腥味 石门水库曾经是风光一时的 光光圣地 壮阔的大坝 现捞的活鱼 怎么说以前大家就有钱嘛 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不是吗 大家经济那时候很好嘛 那很多客人要买鱼的 就已经在对面等了 小孩子也顺便就去上课啦 那他上课不就满满的鱼腥味 那一定的 那一定的 他们都差不多凌晨十二点去捞啊 天亮的时候就卖鱼 你知道整个船 就我们刚说那个船 全部都是鱼耶 很可怕耶 回想当时家里只有一艘船 上千个霞龙 一张张大网 冰天光是寻上一遍都快忙翻了 哪有空转程接送进出 天气不好下雨也得寻喔 对啊 你不知道很辛苦耶 渔民很辛苦耶 最糟的就是起雾 要不然就台风天 台风就落大喔 他们都有一层头 这种小船根本没办法出海 要有适时的精神 或许是原住民的乐观天性 让小型一家人总是笑嘻嘻的 面对一切 以前没有这个引擎马达 那就划船 那划船我们差不多六点半就要出来了 冬天啦 冬天 然后他起雾我们没有方向啊 然后我们叫 因为我们划的力量不一样啊 会转来转去啊 转到一直划划划 划到好像看到了岸边了 结果又回来了 又回到原点了 然后一直这样划划划 到学校已经下午了嘛 真的假的 对啊 便当都在船上吃啊 便当啊 还好我们那个老师 不会罚我们他知道 他知道说我们住在 这种环境 他比较了解啦 划船划半天才到得了学校 对一般人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谈 但对小型一家人而言 是最基本的日常 可能一般的学生 你放学爸妈去接你 你车到了你家就到了 我是还要开车到停车场去放 然后从停车场的妈妈去把船给 结好然后船才来载我 然后才到家 很远 很辛苦 小时候光是从家里到码头 就至少得要半个钟头 因此小薰常常天没亮就出门 一路上还得忍受异样眼光 很丢脸 应该是说 就像我们刚才上船的地方嘛 然后每一次我只要搭船 要去上课的时候 只要是有在对岸的人 他们都会想看我 我就不喜欢人家一直看 然后一直说 那是怎么会坐船来 就是会让我觉得自卑感很重 总觉得自己跟其他人格格不入 小薰总是自卑地低着头 却怎么也掩盖不住 他不想被人看见的纠结心情 有时候我们出门 都会穿得很好看嘛 然后再加上仙岛的天气 跟室外天气 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可是就像是 我们刚才来这边有下雨 但可能到了市区 是没有下雨的 但因为宝宝妈妈怕说 如果下雨 穿一般的鞋子会滑 就是会穿一些不好看的鞋 然后就会因为这样 就爸爸妈妈就硬逼我得要穿 那鞋子又不好看 人家多多少少都会笑说 你怎么这样穿好丑喔 我就觉得我也不想这样穿啊 所以你看 这样子怎么可能会穿很漂亮的衣服 阿拉拉的大雨毫不留情 所想就下 一旁的小薰绵不倒色 一手撑伞 一手流水 熟练的动作似乎早就形影无常 哇 这个鱼有点太大了 我就是 这点 这样子水还算是小费 你知道其实是下那种一整碗 它是整个水是这样满的耶 你要用倒也很难倒 你就真的只能慢慢地摇 他说雨很大的话怎么办 就一直摇啊 对 一直摇 就只能一直摇 一直摇 台风的时候 对 台风的时候你一定要摇水 因为你没有摇水 你的水会沉 因为你的水就满了 我小时候鞋子不是雨鞋 就是黑色的鞋子 就是比较偏深色 反正鞋不可能 你看就已经脏了 就没办法穿漂亮的衣服 很可怜 还在骑 很可怜 超生气的 很讨厌在学校 好大 雨好大喔 有病啊 我觉得雨是又到了 哇 我觉得我的衣服都湿了 哇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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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国大雨中小小的雨伞 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就在大火早就一连无奈的同时 小薰却还是堆满笑容 终于A有能懂我的心情 你很乐观耶 换成别的女明星早就翻脸了 怎么翻脸 这怎么翻的 雨就是长这样 你看 你看我这是变透明了 所以 谁不想当一个小公主 快快快快快快 而且很滑很滑 浑身狼狈的脱下早就湿漉漉的鞋子 只不过坐趟船都这么辛苦了 实在很难让人想象 仙岛上也曾有过人潮满满的盛况 应该在爸爸他们那一辈以上 应该都知道 这边以前的名字叫做仙岛乐园 然后有原住民的 也很像原住民歌舞秀 因为我印象很深是 妈妈每一天都好忙 都得要到 就是我们刚才经过那个地方 去跳一跳舞 然后每一天人都好多 那时候都要闪游客 我们就要爬山壁 然后走段走悬崖 没有那个讲得太离谱了 确实是人很多 而且那时候的观光客 大部分都是日本 还有美国 宽阔的射箭场 台雅风情的歌舞表演 光从标语上头 大大的中英制三国语言 不难看出当年的仙岛 有多受欢迎 他除了歌舞秀之外 他还有 阿嬷还有开一个射箭场 我都会去那边玩 就是去 我不会射箭啦 但我记得阿嬷那时候 她有进那个 类似像一个娃娃车 就是像熊一样 然后小孩子可以到熊 上面这样趴着 那熊就会动 可是好爱玩那个车 坐着最爱的咕咕车 独自在打转绕啊绕 因为是家中独生女 小薰从小没什么玩伴 只能自己跟自己玩耍 我从小就希望说 有个姐姐或妹妹 所以刚开始乘船的时候 我很开心的是 我周围有这么多的人 踏入演艺圈 是小薰从小的梦想 过去总是一个人玩耍了她 高中时 因为一场电视节目选秀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她搬出仙道 进入演艺圈 我会以为原住民的热情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像我看到你 我就说好开心 我就会抱人家 可是没想到就是 之后就会说 你以后不要这样抱我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我怎么了吗 她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被抱 我觉得很恶心 我说好 就是你的内心层面 会受到很多的伤害 突然和一大群妹妹整天腻在一起 小薰想都没想过 自己居然会受到排挤 你试出善意 可是你却被 被人家当作你是个心机很重的人 这其实是很伤的 因为我家住得比较远嘛 然后我最后一班通勤的车 好像以前是十一点还是十一点半 那我都是录完黑色 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我就会直接走了 可能在那时候 妹妹们就是需要说 录完影之后可以出来吃个饭啊 两天的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是因为我得要赶车子 那也因为这样子 妹妹们就会 会觉得我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 明明都已经搬离仙道 却还是跟大伙哥哥不入 沮丧的她只能默默消化情绪 那时候我觉得好类似 我没有医药跟你们争 那我是想把我该做好的事情做好 所以我上台很疯疯癫癫 可是我一下台我就好安静 因为真的很累 就一上台就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黑色妹妹 然后一下台就 就会觉得我好累 我不会跟爸爸妈妈讲 而且我不会让爸爸妈妈知道我在哭 我是个性格还蛮硬的人 我都是在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 就大哭 妹妹真的好快 然后就会这样哭 其实哭完之后心情就有好了 当你心情变好的时候 你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会好多了 出道三年黑色会解散了 接下来有长达一年的时间 小薰就算没有通告 还是瞒着爸爸妈妈假装出门工作 只要有试镜的机会 她都不放过 我在第一部戏的时候 我才知道演戏并不是我想象中 这么好玩的事情 而且你讲一句话 你要讲好多次 然后你哭 你不是只哭这样一次就好 你还有很多次得要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演戏给我一种心理层面的安全感 它可以让我找到一种平安 跟一种稳定 很怪吧 就是 就很像我在上台唱歌 我会很怕 我整个 我上台唱歌 我手是会抖的 我在演戏一样 一样也是会怕会抖 可是当我真正 在里面好好的去演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很松的 你为什么要说谎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 就是谁 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抢中的机会 因为这是季情欠我的 2013年 小薰靠着一个小塞的角色 入围金钟奖最佳女配脚架 她终于在演艺圈找到了着力点 来 请准备 我在只要我长大 这部电影里面摄影的是喇瓦老师 2016年 她在只要我长大这部电影 首度担当女主角 是演一个泰雅族老师 曾经老师的原住民 名字叫做拉瓦 我想分享一下她的故事 其实老挖老师在大概十年前吧 是大段院校歌唱比赛的风云人物 也是唱片公司当年想要栽培的新秀 但是没有想到一场意外的车祸 让老挖伤到了脊椎 后来甚至无法行走 必须终身坐在轮椅上面 于是老挖回到了部落 然后重新开始 她利用教堂的空间 成为了部落孩子客户班 也让了部落的小朋友 思念不会说话 爱她没有方法 她的内心层面对原住民的热爱 跟对这片山的使命感 我觉得还蛮像的 那行动上面应该就是差很多 然后跟对原住民生活上面的习惯 也差还蛮多的 因为毕竟我不是在部落里面长大的人 你看我只是在一个岛上面 所以多多少少是有差的 要揣摩 要揣摩之外 我那阵子也比较长到拉拉山去 就是我妈妈家 因为我妈妈家的部落人比较多 然后就想要去再找回以前 跟他们相处的感情 遇上你是最美的神话 我日来也不怕 你不用言语 给我勇气 你微笑的脸 嗯 小勋退去女明星光环素颜演出 纯朴自然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电影不但在台北电影节大获好评 更将代表台湾 角逐2016年奥斯卡外语片甄选 小勋开心的说 这是代表台湾原住民的荣耀 滴滴答答的雨声就像爸爸的叮咛 一点一滴落在小勋脑海 他乖乖听爸爸的话 我觉得我爸爸很好 我爸爸那时候 在我进演艺圈的时候 他就有说 这个圈里面的诱惑很多 那你也不用去争 你也不用去抢 反正该会是你的 就会是你的 不会是你的 你在怎么争夺 都不会是你的 我就一直警惕着爸爸这个话 所以我才可以很平顺的 在这个圈里面 尽管在武光石色的演艺圈发展 仙岛的朴实与自然风光 依旧烙印在小勋的血液里 他始终难忘自己来自仙岛 我很喜欢刚下过雨的时候 刚下过雨这边整个都是雾 然后雾一散开 你会觉得眼前就很像一个花 因为我觉得人就会这样子 当你有的时候 你不会去看你有的 你都会去看一些 你身边所没有的人事物 因为还那么小 你不太懂得知足是什么 但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 闯了一圈之后 你才发现你的家里是很棒的 演艺圈转了一圈之后 小勋终于找到了自己 在演艺圈里头最适合 也最能够发挥的角色 首次单纲电影女主角 她就能够代表台湾 去角逐奥斯卡外语片的征选 她相当地惊喜 让演艺圈自己 能够让原住民的文化 被更多人看到 当然回来 我们也是要看一本年轻人 她在演艺圈里头默默努力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上面想 她是搞笑艺人无尊 为什么叫无尊呢 因为有朋友说 这个人为了表演 可以把自己搞到毫无尊严 你就叫无尊吧 我是卡鲁逊 没有问你啦 我叫做卡麦鲁啦 我今年20岁 我初号叫无尊 母羊座的 在节目中 一伙半图图的印尼警察 一伙努力地模仿起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漫画 大家好 我就是永不放弃的男人 山井兽 外线 就交给我 我身高184 大家好 我的湘北队的对头 屈不高线 胜高197 我们因为在全民最大党的比赛 他那时候来参赛 然后他那时候是拿第一名 然后他那一天的表演 让我们现场的 不管是我这一辈的心人 还有就是前辈们都很惊艳 那时候我也才入行没有多久 他等于是马上就出现了 其实那时候觉得 蛮有压力 以第一名的成绩 进入模仿节目当班底 一开始的确让不少人惊艳 只是每天Live的强大压力 却让无尊挤张得不得了 平平在节目中吐嘴 那叫应该学弦那些送花的人 去买一个花 放到那个司机的音乐的地盘旁边 让整个音乐充满花 这样搞不好司机说原谅他 对 虽然有点大舌头 九孔出道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 他独立的这样 不错 但是后面的成功 那时候我跟孔哥搭 因为他们经验太老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来了蒙锅的弟弟 实力应该会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 在上场前15分钟 孔哥就是来了吗 然后拿脚本 不是啊 这脚本 我跟你说 这脚本不能这样子 一定要改这边 然后进Live前15分钟 把我整个背都全部打掉 然后全部 又换一个方式来诠释 所以当然一个 以一个21岁的新人来说 不可能记得起来这么多东西 然后上去之后就是赤罗斯卡斯 我是阿信啊 既然表现不如预期 那么情能捕捉总行了吧 吴尊在心里安安发誓 不管自己有没有通告 每天都要到现场看大火录影 每天都去看 那那个时候因为我读福大 那他们在中天露营 然后我家那个时候又住在北投 所以就是三个地方这样子跑 就每天这样跑 就算没法无一样去看 到了后来 闷锅的有个工作人员 他就对我说 吴尊宁以后不要再来看 因为你再怎么来看 我们也不会用你 跟其他人比起来 你就是一个候補了 今天谁不行 我们还会再找谁 这个谁不行 我们才会考虑要找面 然后我听到这些话当下 我就愣住 我想说 哇 我真的很尽力想要去学 可是却被讲了这些话 后来那个工作人员 讲完话之后 他就转身就走了 然后我就在远处看他的背影 我就说谢谢某某某 然后讲完这瞬间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收起眼泪 吴尊整整在场边看了两年 直到大学毕业 每个月的通告还是少得可怜 那时候我都开人家说 通告很稳定啊 一个月差不多一个通告 人生的道路不会只有直线 趁着低潮空档 吴尊专心的在咖啡厅等通告响梗 我都会习惯把我想到有趣的事情 就是可能寄到手机里面 或是寄到电脑里面 所以平常就是会坐在这边喝咖啡 然后像我这个档案的标题 标题叫做想心梗 就是 还有什么可以用啊 很想不到 只要尽力那就够了 听公辈总有天会看到自己的努力 很多人问我说 演艺圈的贵人是谁 我就 嗯 应该是珍珍 因为珍珍是在我人生 进入一个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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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低潮 甚至我都已经找好工作 已经准备要退出这个圈子了 在去年的五月 那后来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一趟去玩很大 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去玩很大 所以后来在综艺玩很大 那个时候我就是放手一波 把珍珍那个角色拿出来用 当初她第一次演珍珍的时候 她还没有扮成女生的样子 可是我光听她那个口音 我就觉得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讨喜 因为我在现场看她登场的时候 我是感受到那个现场那个拍手的声音是 让那个剧场是有一种 就是快要把屋顶掀起来 我就知道观众就是 我已经很爱很爱这个角色 只要她一出来观众就会很开心 小背心花花裙 配上怂怂的蓝色眼影 凭着自穿的珍珍 无尊第一次觉得自己红了 其实我发现想想觉得这个角色的个性 就是原本的一个个性 只是因为有一个保护我 真正这个角色的保护 她就是一个保护膜 就可以在这个膜里面进行做一些 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 好开心 你会觉得说 她就是一个很笨的一个女生 然后透过一个角色把它包住 她就是一个笨蛋 然后被一个女生给包住 所以我只要做任何很笨的事情 都是合理的 其实这才是我原本的个性 我一直很想要表现出来的感觉 所以因为有这个真正 所以让我自行性增加 欢迎回到台湾解释路 我说没想 前一阵子 吴尊因为发烧胃疼 甚至还吐血被警戒送医 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吴尊说那是因为她曾经因为 买不起一个便当 掉下眼泪 是 欢迎收看二一零电陶 新闻我是李陶 好不好 今天我们欢迎民众的口音 口音 第一个口音进来 现在是我们来自台北的杨先生 杨先生 杨先生请说 嗚 嗚 嗚 大家好 我只不放手之道 梦想到时候的杨戴岗 我的打击率非常高 就算你把我的球棒 或者鼓棒 我一样可以打击率很高 专注地将爵士谷融入模仿 尽管打鼓不是无尊的强项 但这可是她从小就跃跃欲试的乐器 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基础 当然得想方设法地 加入最爱的模仿里头 其实真的蛮累 打鼓因为不只是手 你全身都要一直踩啊 动啊 而且必须靠全身的力气 最主要还是一个专注力 我当初是高三升大学的时候学的 通常会学打鼓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很帅 就开始学打鼓 然后那时候我只学了三个月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教会学的 然后教会一看 它是团体班 团体班很便宜 就一个人只要五百块 过了一个月之后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学 到了第四个月 教会学不行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明明就是个人班 结果还收过团体班的钱 他们说那可能要挑账 可能要一个月变两千块 我说好 好贵喔 那我就不学了 是有多贵啦 一对一的学费 这样不过嘟嘟啊好娘娘 却鲜少有人知道 对当时的无尊而言 这根本是连想都不能想的奢侈要求 我们那时候家里比较特殊 所以其实妈妈那时候是没有住一起的 那时候就妈妈独立照顾 我都我哥还我姐 那所以那时候经济压力就是落在我们家身上 那因为就是真的交不出钱 然后房东就很生气 就是欠了两个月房租 要帮我们赶出去 那时候我才播种 不管多痛苦多悲伤 日子还是会来 生活还是要过 无尊淡淡的和我回忆着 过去妈妈一个人母带父职 全家人老是被迫搬来搬去的生活 印象很深刻就是房东还在门口就是大喊 说就是要把我们所有东西丢出去啊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害怕 那我妈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我妈蛮伟大 就是保护着我们 就是说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叫我们放心 妈妈年纪大 收入有一搭没一搭 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省很省 我们家以前还有领过那个低收入固证 所以其实家庭很不好 所以我们其实压力都很大 兄弟姐妹这些 那你看着家里的环境 你又看着自己的收入 你会很不忍心 就是让家人知道你收入是多少 所以我才不想让我家人知道我吃土 有时候会吃土四边 回想刚出道那几年 无尊没什么通告天天吃土四边过活 还得在家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 有一次是 我站在全家便利商店里面 我说哇 新出的便当耶 感觉好好吃喔 我就看了那个便当 看一下我的零钱 看一下那个便当 我发现 哎呀 钱不够 然后我的卡里面不到一千块 所以便利商店的提款机是领不出百元潮了 我就看着那个便当 我就开始想说 我进这个圈子到现在也两三年了 可是我竟然会连一个便当我都买不起 我就开始哭 就是眼泪就是开始想然后眼泪就一直掉 就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 我这么尽力了 为什么别人还是看不到 2014年无尊结下舞台剧 挑战刻板印象中 硬抵地演员才敢尝试的舞台 这个舞台剧很特别 它其实结合了美式TOKO秀 日式漫才跟台式 三种不同的类型 打扮成妖妖的珍珍 在舞台剧中夸张搞笑的 展现小女儿风情 只是欸欸欸 虽然这只是彩排 但你也正硬欸 老师挤眉弄眼的干嘛 我有一个特别的症状 就是 当然因为叫少婷 就是 也是我圈内很好的朋友少婷 她有个症状叫 妥瑞施症 那我跟她一样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有些时候你们看我在 节目上或是镜头前 我会眼睛会这样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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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身体动一动啊 就是很常会这个样子 自从高中发现自己得了妥瑞施症 无尊一度兴奋的以为 得到这个症状的人会喜欢表演 会喜欢模仿周遭的人事物 特别是动物的声音啊 或是行为 这个是妥瑞施症的一个特质 那一开始我其实很开心 我得了妥瑞施症开心 第一个就是可能 我的表演能力可能会增加 我可能模仿的功力会增加 因为妥瑞施症的关系 所以我很隐隐为傲说 我得妥瑞施症 一开始无尊不以为意 反正自己又不是女生 不过是脸部超动个几下 有什么大不了 直到这几年她渐渐发现 妥瑞施症是一个症候群 那我的情绪起伏会很大 我也容易忧郁 我也容易会很暴躁 然后我有强迫症 我有特定社交恐惧症 就是各种不同的症状 会出现在我身上 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会发现 心里面的压力很大 因为 今天我们好像是一颗电池 可是 你会很嗨 很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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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电池用完的时候 你会进入到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忧郁的一个忧郁期 哪怕是喜剧諧星 也有不为有知的心酸 在人前总是时不时 都有人发现了无尊 常常没来由的 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 蛮慢熟 蛮慢热的人 她在舞台上面 感觉好像就是很放 可是她私底下 其实她蛮 就是跟自己 可能喜欢跟自己相处的人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唱歌 我很开心在唱歌 唱一唱 那个情绪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完全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就是你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会有点自闭的感觉 每天就是得面对自己的心理状态 就是你要去调试 你要去调试 每当我心理不好的时候 我也只能就是去运动 或者是可能就赶快睡觉 让自己赶快脱离这个心理状态 那很常晚上就是我会关在房间 我也没有别的原因 我就开始哭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会这么的 心情会一直很荡 一直很荡 拖类试证带给无尊的 不单单只是表面上的抽动 沮丧 忧郁 各种并发症 仿佛蝴蝶效应似的 间接影响着身体 一度让她压力大到 未莫名脚痛吐血松衣 我看到一个萤幕我也吓一跳 因为它整个萤幕是 胃这样下去整个胃是黑色的胃 因为溃疡碰到血还会变成黑色 所以整个胃有60%是黑色 一半以上是黑的 然后医生就看来就摇头说 哇 你一个25岁的年轻人 胃怎么会搞到这个样子 而且不止胃溃疡 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哪怕身体都这么虚弱了 无尊依旧强达起精神 赵丸未尽当天 又立刻杀到高雄主持校园 你就只能硬伤 因为很多人说过 其实演员或是艺人 只要站在舞台上 你就没有春夏秋冬 你就没有喜怒爱乐 你台面下所有情绪 你就必须丢掉 不希望自己的表现 受任何病症影响 无尊努力搞笑 用无比欢乐克服心魔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我们待会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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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